会来到新竹荣光教会参加客服班的孩子 都是经过学校转介 家境相对不好的孩子 他们回家以后可能缺乏大人照顾 结果就是放牛吃草 因此数年前新竹荣光教会牧师江洪达 成立了客服班 一肩扛下照顾孩子的任务 我们荣光教会就是照顾到 所有的弱势的家庭 还有这一个隔代的教养 还有一些寄养的家庭 甚至还有我们现在所讲的低收入户 新住民 原住民 那这些孩子们都透过学校的介绍 甚至市政府社工的介绍 转介到我们这边买 那我们就是 只要哪一个学生 哪一个国小有需要 他有介绍的时候 我们就完全的接纳他 来这里学习 新竹正道好几年前就认识了荣光教会 也知道牧师一边照顾小孩 一边募集爱心物资 生活上着急见轴 因此总经理刘中盛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带些礼物过来探望 鼓励小朋友认真读书 才不会辜负牧师的用心良苦 因为我们这个国家栋梁未来的主人公 他们的课业是不会因为疫情而间断的 而且如果说他们没有我们牧师的爱心 他们可能就是一下课 那因为比较属于经济弱势的话 可能就回家了 那功课各方面也没有人辅导 甚至一些资源 因为刚刚听牧师说 其实还有一些民生物资 也有在帮助这些小朋友们 那所以我们正道 今天也特别感念 这个牧师在主爱充满 继续来教导教会这些小朋友 要发挥爱心相亲相爱 然后要认真念书 将来也要成为社会的 这个贡献的力量 拿到人间卫视送的小笔记 小朋友最开心的不是可以削铅笔 而是有了新的盒子可以涂鸦 可以叠起来玩 新竹正道认为 孩子们就是应该要无忧无虑的长大 希望可以呼吁善心民众一起来 提供更多资源 让孩子们有更好的学习环境 台湾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